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Lavi 今天又是一期大家喜欢看的主题 包包开箱和测评 这是我在新年后买的第一只包包 是自从夜萨包流行以来一直排名靠前的一只包 它也是我在Seline换设计师之后买的第二只包包 也是我趁这是涨价钱买的 想看Eva测评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里插个题外话,必须要回来啦 OK,那我也不废话了,就直接进入主题 那喜欢今天的视频朋友们,不要忘了关注我哦 我这只包是在24S买的 是LVMH旗下的一个电商网站,很好用 我也很推荐大家在上面购买Seline或者LV,Dior这些 因为在这个网站购物是可以累积积分的 然后这个积分是可以用来做折扣券的 还可以叠加折扣码一起用 消费起来会比较划算 其次就是这个网站上新比较快 有时候官网买不到的新款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买到 而且有些比官网定价低 像目前上面这一只橙色的,蓝色的和粉色的就比官网定价要低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网站 我关注这只凯旋门的腋下包也有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凯旋门系列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种草 因为最先开始那只比较像box,就是长肩带的那款 而且因为我有box,所以我就不太想买一样款式的包包 然后就没有过多关注这个系列 而且我真的觉得那只就是换了个logo,然后去掉了这个夹成 但是凯旋门的那只是比box要轻很多 如果没有box的朋友,然后比较喜欢长肩带,我比较推荐凯旋门这款 因为box的缺点就是重 那后来Celine就在腋下包风非常流行的时候把这款包加入了凯旋门系列 这只包从颜值方面来评分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的 尤其是这个黑金配色,YYDS 包的外观是可以看到这种缝线的细节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里外全皮 然后它又是光面小牛皮的,非常的有光泽感 它整体的包型是非常立体的 而且它是比较少见的长方形包包 还有就是它的肩带是全皮的 加上质感非常新的五金logo 整只包就显得非常的高级 凯旋门这款包的搭配方式局限性不大 基本上什么风格都可以hold住的一款包 不管大家是想穿的正式一点 或者随意一点背它出门都是可以的 容量来说,对比一些同等价位的包包 甚至是比它价格要低的AVAR来说 不太能装 但是因为我是小包爱好者 而且我出门不太爱背很多东西 它反正能把我的手机,卡包,外加一只口红给装进去 虽然不是塞满的状态 但我觉得我出门要带的东西也就这些 可能我自己的卡包有点大 大家如果换一个小一点的 应该还是可以塞个纸巾什么的 然后这款包的背法不多 因为它本身就作为一个腋下包的款式 但是它的肩带长度比AVAR的要更适合冬天 AVAR的那个肩带还是有点短 只要冬天穿多了就塞不进去了 这款凯旋门还是可以跟大衣搭配的 然后它有三个长度供大家选择 我一般就是把它放到最长的一个状态 最后就是它比较致命的一个缺点 也是所有光面牛皮包都会有的一个缺点 包括以前的BOX 这类型的包都非常的娇贵 不经脏 有一点点的灰尘 尤其是白色的 出现在这只包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它有点收集纸印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了一下它 然后是有很明显的指纹是留在这个包上的 但因为我这次是黑色的 可能看得还好 我觉得想买浅色系列的朋友 可以跟我一样要考虑清楚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想买浅色的 但是实在是太怕会弄脏这只包 退而其次还是选择了黑色 如果我之后要换颜色的话 我会给大家做update的 我现在还没想清楚 有点纠结 那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留言哦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收藏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支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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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